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速度还是很快 但是最终要的是结果 是不是能够让大家相信 真的是真相能够出炉吗 现场今天四位来宾 首先来介绍的是 军事评论员张有华先生 大家好 今天现场来请到的是 时事评论员林潮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现场还有请到是 无私两旅退役的士兵 X先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现场请到的 资深评论员是 周玉寇小姐 大家午安 好我们就来看看呢 那么关于这个 无私两旅的旅长 沈威智在这个时刻 在昨天深夜 据说他自己也非常之错愕的 从关系人改列为被告了 这代表案情就到他这 代表他一定要负起责任 就是听到了洪家人的心声说 沈威智不列被告 要提出的巨额的民事求偿 于是就改被告了吗 还是现在证据真的走到了这里 那么沈威智事情 整个改为被告之后 对整个案情会带来什么的影响 我们赶快来看这次的报道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28号晚上7点多 前五四两旅旅长沈威智 设犯刑法妨害自由 陆海空军刑法不应惩罚而惩罚罪 堂当少将陈被告 是红岸目前军方撤案层级最高 30万交保 离开军检署还举起手指挥 驾驶想赶紧离开 双手紧握似乎促立不安 旅长要不要讲一下 旅长要不要再跟我们讲几句话 比较24号到案时 他只是个关系人 当时不及不许戏好安全带 幽灾翘着二郎腿 但才四天时间将领光彩 奉上一年 101年6月 当时46岁的沈威智晋升少将 国防部长高华柱亲自授接 两人有层失神关系 高华柱是沈威智念陆军官校时的指挥官 沈威智的经历完整 曾在梅姬风灾 参与创意旅行社翻车救援 能力好但军方内部私下评论 他的屏幕清云 多少与老师高华柱有关 我们认为沈威智是有责任的 是有责任的 他在这个七点钟就批示 那个核定说要送回国的公文 事实上那个公文上面先禁闭 那事关是不能送禁闭 洪扎律师顾立雄认为签名的动机可疑 而沈威智甚至在收到洪仲秋禁闭前的求咒 简讯也不予理会 记下堪称明日之星的少将沈威智 这回涉入红岸军旅生涯跌了重重一跤 中间新闻 张浩反吴建阳台北桃源 聪合报道 或许对一般的观众朋友来讲 不太能了解像这个军兽的一个运作的话 会想说这个旅长 为什么呢 大家说的刚向顾立雄律师讲的嘛 事关本来就不应该关禁闭 他应该只是回过 他也把他送禁闭 开始的时候军检军方的说法是误解法令 但我们这些刚到高官少将都挂心心的人 法令怎么样你搞不清楚吗 所以你相信你的左右手 于是送来东西盖章 然后就了事就把人给送走 在这个过程当中 洪仲秋被整死了 但在此之前 到底多少的异男在这里饱受不明之冤 而且在这里受到什么样不平等的对待 军方的一个运作模式这么样的蛮憨吗 好 在今天洪仲秋枉死第26天 我们来看看案情侦办速度还在加快 今天呢 军检陶检在做什么 赶快带您来持续关注 好 军检的话 今天上午借题的是 大家认为最魔鬼的借户是 陈一勋 还有两名的五四两女的证人了 今天案情会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中间新闻随时在现场 有主播带给您最新的消息 而在桃检的部分呢 继续锁定的是 这个范索县陈一仁 到底有没有来加速进行体检这个动作 范索县涉嫌放高利贷的部分 跟赌博的部分呢 也在持续的搜证当中 会另案分案来做侦办 那么最近这几天 也要赶紧传讯269旅的 前政战主任陈一鸣 好 这个是在桃检的部分 那国防部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 下午待会有最新的人事调查 人事的调动新闻之外呢 五四两旅的政战主任戴佳友 在今天宣布调降为陆军第十军团的组长 在加油呢 在第一时间收到洪仲秋的求救简讯 但是没有做处置 案发死了26天才把它降掉 军方的速度还真是有效率 好 为什么这时候才要调人 我们才不得而知 之前不敢动是怎么一回事 不晓得 但今天整个案情的部分 首先还是请友华哥 好 那把洪仲秋操到枉死 现在这个沈威智 自己官位也保不了了 但是友华哥 他本来就该负起全责吧 我们现在看操练洪仲秋枉死的整个过程 这个案子它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它有行政程序上的瑕疵 就是所谓的伪造文书 那第二部分是林涅致死 第三部分是涅政 我现在先讲这一部分 我只问沈威智三个问题 洪仲秋在黎营座谈会上报的试点 请问是洪仲秋主动讲的 还是你指定他讲的 这个问题到了今天 没有一个人能够答复 就我所知 是沈威智要洪仲秋指定答复 他点名他 他点名他 你有意见 你要不要说说 对你有意见 你就讲啊 没有关系啊 他说那你跟其他人都讲了 我就让你说 绝对不会秋后算账 当长还强调不会秋后算账 绝对不会秋后算账 那事实上那一天 是 范佐献开视频会的时候 他的侍从事是一位女的 名字我就保留吧 姓简吧 简小姐 还有两位女士官 其中一位是也放炮 放炮 但是他在他强势主导之下 让他过关 换句话说 6月25号的视频会 他第一手资料 已经完完全全掌握了 然后到6月26号 我们现在都讲 黎盈座谈会 黎盈座谈会 洪仲秋放炮 对不对 那这个放炮有两种 第一个如果是洪仲秋主动讲的 第二个是沈威智 点名 你发言 这个责任就不一样了 差很大 责任就不一样了 这一点是从来没有人提过的 根据我的调查结果 是沈威智主动点名 洪仲秋你有什么意见 那你讲 就报了这四点 报了这四点以后 这个旅长他检查旅部连内务 其实错的 他是检查两个单位的 都是他直属连 对不对 一个好像是卫生连 一个呢 好像是旅部连 他是检查了两个连 好 这个完了以后 各位有没有发觉 体检报告出入 然后6月27号 晚上11点 何江中喝完酒吃完饭 回到云区 他就签了叫禁闭书 签了处份公文 他是6月27号 他就看到了这个 但是各位晓不晓得 各位大概或许不太了解 他禁闭的流程 所有的附件并不附在这份公文里面 都是事后补的 包含6月25号 那请问 6月25号的视频会 究竟是6月26号送的 还是6月27号 就是说这个叫 沈维志自己要给我说明清楚 按理说他应该一块付 要一块付 除了体检报告 还有视频会 还有人民会 通通都没有 通通都没有签 可以处份公文书而已 他6月28号 他签了以后 各位知不知道 他6月28号早上 我的朋友跟我讲 大概是6点钟左右 那他说是7点 好 不管6点7点 一大早 那6月28号 他又违背了一个 行政程序的措施 是什么呢 过去 禁闭声 要送禁闭室 都是有警卫牌的牌长 吕布莲的警卫牌的牌长 那这次他特别要求参谋主任张志伟上校 亲自送 亲自送 各位有没有发觉 都很快 都很快 快的是离谱 现在 军高检他有必要去查证这一块 6月26号的部分 我想请问一下 当天究竟是沈维志主动点名叫他讲 还是洪仲秋自己报 就我所知是沈维志已经点到他的名 你可以讲 我绝对不会秋后算照 没有想到讲完以后 6月27号就非常快速不到一天 他就送洪仲秋关紧闭 所以他要负的责任 除了行政程序的责任 他也要负他的法律责任 这也是他列为被告的一个重要关键 是 所以今天有华哥告诉我们重点是 主动奖跟被动奖这个是差很大 那么在这里有华哥告诉大家 到底洪仲秋在离营座谈会的四点 他是被点名的 这个部分有华哥 军高检知道了吗 军高检没有查 没有查 就我查证的结果是没有 因为离营座谈会那天不止洪仲秋一个 还有几个人 通通在是由沈威智主持的 那天还有人型科长 人型科长那些都在场 大概只有三个人在场 那我想这个离营座谈会 当天讲完范左线他就知道了 那你说要保密说没有外泄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知道 去查查当天开会的三个人 当天开会三个人 那你扣除掉沈威智还有两个 与人型科长 对一个人型科长 还有一个士官 就等于是负责处理他们士官业务的 所以他在开视频会的时候 那请问他的师从是那个简小姐 有没有在这个地方 所以简小姐也好 还有两个女士官 现在都非常激动 激动的跟他们旅部的长官怎么讲 为什么把我们牵扯在内 他说是你把我们找来开会的 我也表达意见 但是视频会的记录 说居然是五人同意 对五比零 五比零 我是反对意见 但是我要求列入记录 结果居然不列 居然不列 好你又说是五比零的话 这个是不是伪造文书 当然是 况且问问沈为智 视频会的报告究竟什么时候出来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各位 视频会的报告应该是6月26号 他报完料以后 洪中秋报完料以后 才出来的嘛 不是6月25号的原始记录 而是一份更改的记录 这一份更改的记录 就让三个女士官 情绪崩溃至今 因为如果一旦成处的话 责任是非常非常的重 好 谢谢永华哥在这里讲到 这个重点 从这个视频会的召开 这个不合法的问题 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不断带大家来做讨论 但重点是 原来视频会的召开 当时或许观众朋友看 我们节目会发现 不是有那个6比0的数字 也有那5比0的数字 搞了半天 原来那个一个人差异 就在于这个是 女士官表达反对意见 因为是不合法的 但是最后的会议记录 事后才补的 而且补的是5比0 完全同意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让现在当事人 可能非常紧张 又火烧到了这个沈维志 接下来这个会议记录里头 大家认签的部分 是不是同意都要来做负责 这个部分来看到 难怪沈维志在这个时候 他必须由关系人转为被告 所以从一开始 我们虽然一开始 没有这么多像永华哥讲的证据 但重点是 他毕竟是最后盖章 那个最高阶的主管 他都没有看清楚 洪仲秋根本是事官 根本因为带着这个照片手机 不能够送禁闭 只能送悔过才对 这部分他完全不予处置 但没想到前段的部分 他完全其实都有参与 这就是沈维志 大家认为的明日之星 这位少将旅长 那么现在去年7月份 才刚升的少将旅长 现在已经恐怕 星途仕途完全在这里葬送 那要怪谁 怪他自己吗 当旅长是这样子做的吗 所以我们看到这 到底接下来我们刚刚讲到了 军检会不会好好的在座查处 我们当然不清楚 但是每天都有这么多的证据出来 开着所谓的营作战会 有多少人在现场 不只刚讲 包括沈维志在内的官 还有多少的干部们 要的营的干部们都在现场 其实军检你要查 很简单 找人问 很简单 那么再来就请预扣检 看我们沈维志 现在转被告了 大家觉得说 就办到他了吗 这个说是高华朱的学生 所以试图一片前途无量 也是高华朱的提息 但重点是 他说我的左右手 戴家有原本的政战主任 跟张志伟参谋主任 都说要关红 所以他就关了 旅长可以这样干 而且他这句话 是后来讲给人家家属听的 这个是很残忍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 还有很大的政治 就是说 在事后的25天的发展里面 其实这些相关人士的罪恶 我觉得并不比前面的 不管是疏忽 或是刻意要去关红仲秋来讲 都一样深重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在昨天的时候 已经案发第25天 才把这个沈威智从关系人 变成被告 而沈威智从关系人变成被告 我觉得从政治层面来讲 最不可思议的 而且最令人觉得 可以探究的是 礼拜上个礼拜的礼拜五 也就是26号的时候 其实政坛已经确定 高华朱要下台了 换句话讲 政坛确定 沈威智的背后的这个靠山 现任的国防部长 他的老师要下台 那个时候 从总统府到行政院 给的消息都是高华柱确定去职 那可是接任人选 还没有完全的决定 就在高华柱确定去职之后 他的这个旅长 也从关系人变成了这个被告 但有华常跑政治新闻 跑军事新闻那么久 这件事情的政治层面 不是更令人不寒而栗吗 我们这个办案的这个情况 是看你背后的靠山 是大还是小吗 莫名其妙 所以为什么现在军方 还不让人家 这个有些人还不让我们来讨论 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就是一夜之秋 就是知道这个军方背后 这里面斗争的力量 是超过了他们 或者是维护自己利益力量 超过他们对一个生命的珍惜 而更别讲说 这个沈威智他从头到尾 我们已经讲过了 他从那个视频会开始 从他签公文对于体检这么快 从这个他要关禁必是错误的 法条依据到后来人家写了简信 不小心给了你 然后处置上面这么的 这么的懒散 这么的忽视生命 一直到最后他都已经被操死了 被操死了这个过程当中 你难道看不出来这里面有灭证的痕迹吗 如果你不是参与灭证的话 那你的这些属下也在灭证 以你一个少将 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能耐 少将是怎么样历练出来 催炼出来的一个军方将领 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给人家的那个家属一个答复 是我的左右手都要关他 这个是要推卸责任 那当时是为什么 那为什么高华柱回国之前的那12天 都没有关系 大家都以为那12天呢 这个过去了事情就过去了吗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要深深相信我们的政府 虽然军方的某些人士 小部分人士他们在那边要黑箱作业 可是最后还是我们的政府跟媒体的 这个司法的跟公益的力量 让这件事情打开他的潘朵拉的盒子 可是这个盒子恐怕不会很简单 内情我觉得更需要大家努力去追究 是我们信玉寇姐的分析在这看到 就是因为确定高华柱部长要下台 所以他的爱将 他的高徒 沈威志大家才感动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整起事件背后当中 军方之间到底 又不用有愿意说实话的诚意 在这里看不到 那么沈威志大家说 你已经是个明日之星 已经是官派少将 为什么在这 是不是从头到尾都知情 而且参与灭政 但是对他来讲 这或许是他军律生涯当中的一个常态 所以再碰到这样的事情 处理起来也并不难 高华柱部长回台湾之前的事情的处理 大家以为通通没事情 范左线我们也报告过 他也说过我可以全身而退 视频会开一开 他觉得他可以全身而退 结果真是如此吗 现在换了即将部长换人 再来的结果是不是 就会跟原本设定 起初书是不是写好了 原本设定需要做一些改变了呢 大家可以再来看 后续的发展 是不是会超过大家想象的 好像比较重一点 但真相能不能出来 那才是一个关键 好 那我们再来讲了 那么沈威志说 感觉他这个转为被告 他是很错愕的 曹新哥有什么好错愕 让我们说到 他到底有没有参与他很清楚 像你长期在关注社会事件 常关注军中这种人权的问题 他现在在那边错愕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刚刚讲 这么多的问题在头 有政治利益 还有你自己本身就参与其中 真相臭不可闻 所以我们观众朋友 大家如果注意到的话 最早最早被受压的是谁 就是269里的副理长 何江中 第一个就被受压进去 武摄 武摄 就是他的下属 第一个就被受压进去 当时大家认为说 这个是东引过来的魔头 训练这个就是六亲不认 所以这个人应该是首恶 而且后面的主谋 但是事实上我们从最近 这一连串的分析 尤华兄 尤华兄也提过 事实上整个视频会会好 人频会会好 关锦币的整个公文流程在哪里 一定要层层过去 而且不管是你的 府网长也好 连长也好 到最后里长也好 副理长也好 副理长虽然是督导李不连 但是到最后 要签这个禁闭公文 谁签的 最后的定案 当然就是里长 你省为之 但是为什么当时会讲说 应该不会烧到他 好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分析的 一直以来 我们这样的一个省为之 已经升为少将 事实上是我们军方 一直很重力栽培的一个少将 老实说已经各方面的 得讲栽培的一个明日之行 所以当时有人就认为 可能当时所设的损点 就是在河江中 不会烧到他 但是事实上 我们大家都已经了解 整个公文的流程 到最后我们的一个主官 他如果没有这样签文盖章 是不可能通过的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讲 他说我觉得很错愕 怎么会到他 难不成他心里早有谱 这个时候早就安排好剧本 当时就是这个副里长 你全部担下来就好 不会烧到他 但是回过头来讲 事实上 不管今天高达住我们下台 这个人绝对是必要列为 最终最终的一个被告 原因就是整个的公文的流程 如果没有你里长化压的话 不可能会送紧币 但是他回过头来讲说 我不懂得这个法令 这叫做什么 这种效 当你把我们所有的人民 当白痴的时候 你自己就是白痴 为什么 因为你认为 别人找不到你 但事实上 公文千层 通通都有你的存在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了解 到底这样的一个里长 这样的一个将军 已经升为将军了 何必要去掩盖这东西 这当中有什么 更臭不可闻的内幕 是不是一个事官 有必要去关紧币吗 这个法令上是不允许的 只要陈储就好 那为什么硬要给他送储 是不是背后还有更多 不为人知的内幕 是好 当然这个 曹星哥点到 背后如果还有更是 臭不可闻的真实内幕的话 于是他们这整个 五四两旅的一个共犯结构 从旅长开始 大家就是要处理掉红仲秋 好 那么现在烧到他的屁股了 这个真的是剧本改写了吗 还是剧中所有的角色呢 是关的关 查的查 问的问 大家有人跟不住 没有照剧本走 所以审慧智 最后才得错 他被人被告了呢 到后面的发展 大家可以再来看 但我们刚才讲到说 这个左右手一个叫戴嘉友 原本是五四两的 这个政战主任 但是呢 他说这个简讯 不知道怎么发给他了 但是呢 这个审慧智说 有请他去处理 有跟红仲秋谈一谈 但是为什么 这个红仲秋一只手机 可以把他给关死 那么戴嘉友的部分 戴嘉友这位政战主任 我不知道在五四两旅 大家评价怎么样 这个到底有没有去跟 这个红仲秋好好的谈一谈 但是五封简讯当中 你说出他所有的恐惧 身体都看不掉 有轻微的幽闭恐惧症 而且觉得有人在整他 就是不管 其实从这个整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戴嘉友 他其实 以我们在五四两旅里面的经验 戴嘉友是比较少出现在 大家面前的一个人 其实最常出现在大家面前 就是副女长何江忠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 大略讲一下 在我们印象中的沈威智 沈威智其实跟我们前任旅长 他的作风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沈威智他给人家是一种 他是高高在上的 一个高阶军官的感觉 我从一个方向 给大家一个分析 之前我们因为是 吕布莲跟旅长是同一个餐厅 可是一开始我们中间 是没有任何的屏风 来把我们隔开的 可是自从沈威智上任之后 他觉得我是一个旅长 我不能跟一些阿兵哥一起 我是个将军 我不能跟阿兵哥一起用餐 于是我们那边中间 就多了一个很大的屏风 把两区给隔开 变成高阶军官一区 然后我们这些一般士兵一区 对从这边可以看到 其实沈威智他平常 在处理旅上的事物的时候 应该都是委托于河江中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参谋主任 那时候我们的参谋主任 还不是张志伟 他是后来才调来的 可是戴家友 对他是比较后面来的 戴家友的话 他给我们的印象是 他平常就是一个很少 很少在旅上出现的人 感觉他比较像去跟乡亲在社交那些的 社交 对 就是乡亲社交 就是像一些 可能就是虎口乡的一些 军民的关系 他在打军民关系 他就在做 他就在对外 他就在对外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友话哥也有提到 那个视频会 视频会 我可以跟大家在那边透露 那个视频会 当天视频会 就是25号早上5点多开的那个 5点半 我现在就在里面透露 里面有五个人 他的名字就是 范 陈 陈 姜 简 这五个 范 陈 陈 姜 简 我们大家都知道 里面有两个女士官嘛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说 为什么整个事件 最后是5比0通过 而不是说 3比2有反对意见呢 其实这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像 在法律上认知的问题 你看如果 他如果是5比0通过 这代表说 他可以牵托说 我们整个旅上 基层单位不懂法律这部分 所以牵承到了旅长 牵托到旅长之后 旅长也是这样 不懂法律照样批过 可是如果有反对意见的话 这整个就不是过失 可是有人懂法律的嘛 我们可以知道 现在一开始 大家都是把他 这个整个案件 是朝过失这个方向来办 可是如果这 视频会记录里面 有两个人是反对的 这就不是过失了 这就是故意 在法律上 过失跟故意的分别就是 过失是应注意而未注意 故意的话 就是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如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话 那今天这个 我们刚刚五四两里面 全部现在被受压的人 或者是被列为被告 他们犯的是什么 对不属是于法定 种类以外之惩罚 没错 那如果是故意的话 那你就已经牵涉到 一个刑法上面 你甚至是一个 共谋林略致死的一个情形 所以说 沈威之为什么会觉得意外呢 其实他一开始就觉得 可能整个形象 好像是已经是 契合保省这个情形 他真的没有想到说 最后高华柱因为撑不住倒了 最后速倒胡声甩 他也马上被列为被告 可是其实我跟大家说 这整个案子 其实在6月27号 在6月27号的时候 那天当天不就是 整个紧闭的流程签下来吗 整个紧闭流程签下来 像有话哥说的 紧闭流程签下来是在半夜 可是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大概晚上六七点的时候 红家人就已经接到 吴义竹说什么 他就去说 红妈妈我们要 我们要关红中秋紧闭了 所以你不要担心 我们会好好照顾他 大家有没有觉得 整个中间有非常多疑点 好像整个就是 已经say好我的感觉 好 没问题 这个部分待会 请艾先生继续再讲 没有错 我们也发现 这样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这个公文都还没跑完 连何江中 这个妇女长都还没盖章 但是呢 红妈妈为什么已经接到 吴义竹这位辅导长 打电话说 我们要关红中秋紧闭了 那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他 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共犯结构 为什么会在五四两里 因为红中秋 知道了什么事 发现了什么事 而且至于大家必须这样 一定要把他送禁闭 而且在送禁闭的过程当中 只好在那待的那七天当中 待不到七天第五天 人就杀手人寰 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们待会回来继续来看